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感言、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不要把習近平當成朋友 他們決定了中國20世紀的走向 千年大季之空成季 雄安設立7年後的現況 今天是5月5號星期天 亞洲時間星期一 首先感謝支持我們重新申請盈利 訂閱阿波羅網副頻道的幾百位朋友們 向朋友們報告 我們已經開始恢復副頻道的週末更新 突發新聞也會發布到副頻道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阿波羅網副頻道 您可以在我們的頻道首頁向下拉 有副頻道的圖標 點擊就可以進入副頻道 在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的訂閱鏈接 需要大家幫助增加1000個新訂閱者 以便符合重新申請盈利條件 請大家多多支持 您的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會幫助我們成長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不要把習近平當成朋友 只有統一的歐洲才能有機會被北京傾聽 《世界報》這篇題為馬克龍會習近平 與中共對話 但別抱幻想的社論首先指出 面對世界第二大強國 法國不可單打獨鬥 對中方給予的阿谷奉承過於敏感是行不通的 只有統一的歐洲才能有機會被北京傾聽 更何況不是所有的領域都如此 社論提到 習近平此次訪問歐洲三國 法國 匈牙利 塞爾維亞的選擇是深思熟慮的 習近平在法國會藉由中法建交60周年的機會 高調讚揚已過法國總統戴高樂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以來 法中之間的特殊關係 他也無疑會讚揚法國提出的 面對美國要有歐洲的戰略自主權 這篇社論分析 習近平在貝爾格萊德 將譴責1999年5月7日北約轟炸中共駐南斯拉夫大使館 而華盛頓只承認是失誤 而此事一直是北京譴責美帝國主義的口實 而他出訪匈牙利是要藉由凸顯兇國總理奧班 以達到從內部削弱歐洲的目的 同時向俄羅斯總統普京示好 社論直指中共一直說希望有一個強大的歐洲 但這並不真實 中共的真實意圖是削弱西方民主國家 進而盡可能地破壞跨大西洋關係 甚至歐盟本身 因此 在習近平倡導下 中共在2012年4月在歐洲發起了 歐洲17國加中共的17加1峰會 所幸之於主張沒有奏效 這篇社論指出 不抱幻想的與中共對話的概念 是包括繼續相信中共對俄烏戰爭保持中立 會適得其反在內的 如果中共小心翼翼地不向俄羅斯出售武器 那它就會提供使俄羅斯國防工業現代化的設備 而普京連任就職後第一個要訪問的國家 就是中共 社論提到 戴高樂在法中建交時曾說 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決定 絲毫不涉及對中共政治制度的認可 法國只是承認世界的本來面目 這句話至今仍發人深省 60年過去了 中共在世界事務中佔據的地位 更顯示了戴高樂當年的高瞻援助 這篇社論最後說 不與中共對話 並不是解決問題的辦法 但也不可把習近平當成朋友 把習近平請到法國總統馬克龍的第二故鄉做客 也不能抱有幻想 畢竟 馬克龍2019年就曾邀請普京 到法國總統度假聖地布瑞剛松堡做客 一次親密旅行 不會使法國和歐洲獲益更多 他們決定了中國二十世紀的走向 五四剛剛過去 新青年和五四運動決定了中國二十世紀的走向 新青年與五四運動的走向是什麼 有專家分析 是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 被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開除的著名研究員 劉均寧博士日前指出 這個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有什麼共同的特點呢 無時論的 法國與德國的 反傳統的 他們離保守主義是最遠最遠的 這兩個運動的代表人物是誰 是胡氏與陳獨秀 他們從聯手到分裂 然後社會主義壓倒了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不是一個對抗的關係 而是一脉相承的關係 今天在美國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因為今天在美國 自由主義很大程度上等同於溫和的社會主義 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無論它們是什麼 它們都是無神論的 無神論就有相同的政治後果 劉均寧引用TSI略特說 人間重大的選擇不是你們說的什麼民族與獨裁 自由與專制的選擇 而是有神與無神的選擇 當你選擇了有神 後面必然跟著一連串的選擇 當你選擇了無神 後面也必然跟著一連串的選擇 如果你不選上帝的話 上帝是一個忌邪的神 那你將向希特勒與斯大林可投 阿波羅網介紹TSI略特生於1888年 1965年離世 英美現代主義詩人 評論家和劇作家 著有《荒原》等作品 他的寫作深受宗教信仰影響 以其複雜的象徵和深邃的主題而聞名 其作品對20世紀乃至近日的文學史上影響極為深遠 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 劉均寧指出 思想決定未來 一個社會的未來是由這個社會選擇的思想決定 《千城大祭之空城祭》 雄安設立7年後的現況 雄安新區在2017年4月1日正式設立 迄今已過7年 習近平當局對他的定位是千年大祭 國家大事 然而 他卻變成看習的面子工程 政績工程 作者《峽谷有情的鐵哥》發文說 今年清明節 張寫資源親自走訪調研雄安新區的建設情況 走過了G4 雙向8車道的高速之後 再走其他的高速就很難適應了 除了我 沒看到其他的摩托車 在雄安高速口下就到了 走在大街上的感覺 特別像在一處拍電影的基地 空城看不到幾個人 也不用擔心擋住後面的車 怠速地在大街上wonder 雖說是個空城 但這裡的基礎設施是新建的 起碼現在看起來還是新的 也沒有住人 基本都是10層左右的樓房 沒有高層建築 墻上一個空調壓縮機都沒有 幾座樓之間通過小路連起來 小路四通八達 跟社區似的 張寫資源指出 理論上人流量最大的是 商場和醫院 也沒有人 實地走旁調養了兩家醫院 一家是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的分院 這個醫院離市區是比較近的 但還是一片荒地 另一家是宣武醫院的分院 這家醫院距離市區要五六公里 周圍荒涼的可以建飛機場 但這家距離遠的院區基礎設施已經建好了 而且部分科室已經投入使用了 張寫資源指出 讓我驚訝的是清明假期三天 這家醫院只上半天 檢驗科沒人 皮膚性病 醫療美容科沒人 口腔科沒人 甚至後診室的椅子包裝袋還沒撕 想進診室參觀 鎖了 骨科門診沒人 在空城裡 中午找出吃飯的地方真難 還是回去吧 直接就近上高速回去了 今天 副頻道的視頻是 五年來首次訪歐 習近平出訪歐洲三國 據共同特點 中共黨魁出訪歐洲 抗議活動如影隨行 朝鮮兩少女遭公開批鬥 公開槍決 只因鄰居舉報 警察查手機合法化 中共國安新規引來批評 株令中毒案現轉機 最高檢罕見受理 您可以點擊視頻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贊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干淨世界平台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干淨世界訂閱我們 連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capita的並稱為並列入託歐洲三國 郵便會在新的交換 人數次數字幕中毒 並列入託歐洲三國 聲稱為全民交換